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最近一次去河南农村防治艾滋病是什么时候 10天以前 从1999年以来 他是北京幼安医院的传染病科的大夫 他自己用周末的时间 周一到周五还得在医院上班 周末的时间坐火车跑到农村 就是说一个北京的大夫毫无利己的动机 来到我们河南防治艾滋病 这是什么精神 我觉得真是这样的好大夫 咱们真是应该好好包养 我很佩服你 谈不上 最近一次让你去河南农村 对那里的状况 你感到有些欣慰吗 有些欣慰 从04年以后 国家市免疫关怀政策 提供药物以后 整个情况还是有改善 病人的死亡少了 像过去04年一天 我去的时候 我一天要看400个病人 对 他最早要看人山人海 他这么多年跑过上百个村庄 看过一万一千多个病人 有时候一天像他说最高纪录 一天看400个 但是现在去就没那么多 因为自从国家提供药物以后 病人的情况就稳定多了 我现在有三千多张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海 现在去了高级 就是一对一对 就像当年到血战 你知道那个县血 有偿县血的时候 最火的时候 也是人山人海 你知道我在他的 后来一听说出事就 对 你想他这个农民问题 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农民问题 他做的这个报告 五年调查报告 2004到2006 艾滋病调查报告 你看到之后 你知道你以为你了解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一到细节 触目惊心 你觉得当年从七七二年 他说最早有人去这个有偿这种献血 献血最高纪录 能有一个农民献一天15次 一次200毫升 总共一天3700毫升 当时人就昏过去了 抢救 卖血是吧 对脑袋得倒着睡 脑袋一脸这个大脑失血 你说就凭 那那收血的机构 不没有一定规定的吗 你也得顾及人家的生命 整个是混乱的 整个是混乱的 你说是72年 这就是90年的 上个世纪90年 到达高峰 到达高峰 不过刚才您谈到这个死亡率的问题 倒是给我们点新知识 我在这个艾滋病不是要死的吗 不是这样的 一个感染者从他感染艾滋病以后 就是我们不给他治疗 他的自然潜伏器也有8到10年 就是我什么都不管你 你也能活8到10年 这个8到10年里边有没有外在症状 没有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说他如果不去验血检查的话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理论上我们认为正常的人 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知道 你现在有没有是阳性 理论上我们带着恐惧的心情来 他说现在实际上就是可以到20年30年 8到10年以后将你发病的时候 我们给你现在的药物治疗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27种的抗病毒治疗 会有自由的药物 会有自由组合 那么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 就凭我个人经验 我们的把握来讲 等你发病的时候 我们再给你治疗 还能延长10年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 你说的发病是有症状以后 有症状以后 我再给你治疗 还能延长10年 不治疗那大概多久就要死了 一年就死亡了 这就是说治不治啊 分别太大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 现在的发展的熟度 我们大概能够到20年 也就是说一个感染者 从他感染那天算起 今后到一定的时候 好好给他提供医疗支持的话 应该还有20年 20年到30年时间 每天就吃一片 而今年2006年 美国就有每天一片的药 只吃一片 长期存活 没有任何 跟正常人一样 正常上班 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的是 我感染了阳性 到8到10年发病的时候 医疗还能够有10年 那就是说假如从 我们从另外一个人文的角度来说 在这个8年到10年的期间 你知道跟不知道 医跟不医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期间就是说 如果说你知道了过后 或不知道了 应该是说问题不上大 从医学上来讲 但是从人的心理上 影响极大的 对不对 假如说一个人 我们随便说一个人 但是00年感染 他到08年发病 如果他是07年之道 08年07年开始医 他活到17年 假定来说 但他如果说00年 他就知道了 或者01年就知道了 你想想 他01年到08年 这个本 他又不用医 又没有症状 可是他已经知道了 他有了一个 医不好的艾滋病 周围的社会 你知道这里面产生 巨大的人文问题 就在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 需要我们的整个社会 加强宣传 让大家知道 艾滋病是什么 我刚才讲的 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说张大夫 我现在把你当成个心理医生 我跟你倾诉一下 我最近 我最近摆脱了一个噩梦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在节目里就讲过 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 艾滋病看的 国外杂志上的图片的原因 我老觉得我跟艾滋病这种病 想起来比什么病都害怕 我这么多年来 我有艾滋恐惧 不是 你不要以为我性乱 不是这个意思 我有时候会精细的发疯 就是说一次就够了 对吧 真要是传染上 你这么想 所以我永远返不回来 这么些年 我怕这个东西 然后我拒绝检查 能够理解你 因为这个为什么呢 过去在艾滋病没有治愈以前 得了这个病就要死 一个人他最害怕什么 他不怕 其实人他不怕死 他怕什么呢 怕你知道你哪天要死 假如你知道你五年以后要死 你害不害怕 我跟你说 你知道就是说 也就是说在九十年代以前 那个时候没有药物可治疗的时候 你看到非洲那些照片 很恐怖 没错 我就是看 我觉得我跟他有缘分 九七年以后 全世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推广以后 所有的病人都活了 我们在九七年有一个病人 是抬到幼安医院去的 当时就要死 就要太平间往太平间抬了 给他当时证后那个极微酒药 就是这个疗发出来 和那一的 他现在已经是正常工作 非常的好 这就多了十年了 所以你知道这说这个恐惧 不是 所以说我就做检查 不是 我为什么跟他倾诉呢 我为什么跟他倾诉呢 跟他的调查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是这样 就是说 任何东西就是对疾病的无知 带来恐惧 恐惧带来社会的歧视 我跟你讲 比如说你 我刚开始第一天去搞艾滋病 进艾滋病病房的时候 第一天看那个病人 那个病人 我以前抽烟 当时那个病人知道我抽烟 他第一个 他当这个烟是倒子开的 拿水 张大夫你抽烟 我当时手一抖 这个烟你说我截不截 他其实是有种考验的 看我岂不岂上 说明病人对这个社会极其敏感 所以说实际上 在艾滋病来说 病人他受到社会的压力 并疾病本身 这种压力要大得多 就是许教授刚才问了这种问题 我就讲 就是说 最近我做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体检 按我的习惯是不查艾滋的 可是他们骗我 我不知道 他其中有一项 就是抽完了血 告诉我 我没法安心 最近节目做不好 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说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我是很典型这种心理 但是就在前几天 这个大夫拿来 一项一项说 negative 我一些觉得几年 所以要去检查几年的恶梦 解脱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 我在他的调查报告里 你知道吗 有些农民当年中原农村的 被查出检出 HIV抗体阳性的一个月内 因为恐惧而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理 他怎么会 真有吓死的吗 人是肯定能被吓死 严重的心理恐惧会死的 怎么就能 他一旦检查 我刚才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知道 你明天就要死的 或者五年以后就要死的 你这种恐惧有多恐惧 这种恐惧是人 根本不怕 这种恐惧就是 他以前根本不知道 什么回事 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回事 他说 因为农民他来源的信息 当然可能还是 当年非洲的一些图片 你看到那种 得了这种病马上就要死 马上就要死 所以他就会吓死 但是你看他调查很有意思 他就最早 就是2005年之前这个调查 不是 就最近的调查说 你当初知道自己 艾滋病感染了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什么 百分之八九十 恐惧 但是后来过了几年之后 你再问他恐惧的人占少数 一般就不恐惧了 习惯了 这就不是 他得到了知识了 他主要是得到了知识 通过一些区域 他知道艾滋病怎么回事 现在通过这个药 可以吃掉了 所以现在他就不恐惧了 不害怕了 而反而大家不知道人恐惧 就跟他刚才说的 麻风病你害怕吗 其实麻风病是什么 你要知道的 麻风病和结尔病 完全是一回事 正是因为我们对麻风病的 这个人不了解 所以就非常恐惧 我也度过一个心理关卡 就是当年去广东 一个麻风病人医院 麻风病是这样 吃一种药就没有传染性了 虽然它还在治疗 但是已经没有传染性 但是皮肤会变得比较 颜色比较深 我觉得就像病人 给你滴烟一样 人家这个病人 他自己有自卑感 你知道吗 你没有 你一个记者 他有意的 他不接触你 他不接触你 但是后来 医生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跟他握手 要跟他握手 我就说实话 也有点硬着头皮 但是我发现 像个电流一般 你一旦握住他的手之后 一个心理的罗网 冲绝了 从此恐惧消失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张大夫 我注意到 你知道他当年去农村 有一度还变成地下医生 黑夜里才敢摸进村 是吧 因为当年最早去的时候 最早 我刚开始干艾滋病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病房只有两三个病人 我认为中国的艾滋病 可能迷你还早 哪有病人呢 所以我第一次去到河南的时候 我才发觉 中国的艾滋病问题 有这么严重 所以回来过 第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99年 那其实已经很 那个Johnson 美国篮球运动员 但是中国来讲 那时候谁知道艾滋病 那时候都认为中国 废城故事已经得奖了 奥斯卡 对不对 但是对中国来说 大家还都知道 遥远的寸落 我们是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去看的才知道问题 所以回来的时候 思想斗争很激烈 还去吗 去不去 而且我看你的报告 所以后头 还是下了很大决心 你知道我最早听说 他的名字 是他出来说一件事情 当时我们做过节目 我那时候就知道你 说他跟卫生部专家组 第二批 到最早公布的 那个上菜文楼村 著名的那个艾滋村 上菜文楼村 跟县领导开会 县领导是诉苦 说这个东西公开了 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 我们外出打工的人 被退回来 我们还缺多少资金 就言下之意 就对公开不满 甚至他这个报告里 我听见有些 就非常气愤的一些话 就当时有些干部说 这病院死光了不就好了吗 死光了不就好了吗 所以当时的 当时能说这种话 当时这领导干部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病 他当时印象也是 这个病人可能两年三年就死 他私下也给我讲 过两年死完了就完了 我跟他讲 这件事情过去了 过去了 我说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病人越染越多 第二个来讲 我给你讲 死人不是小事 有些死人到时候 运动社会问题 但后头逐渐 正印证我的话 后头很快 我觉得张可 张可大夫的一段话 我也要给他宣扬宣扬 为什么 就解释他的动机 是吧 作为传染病医生 当国家遭受传染病灾难时 应当冲刺到最前线 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 老一辈传染病专家经常到基层 为基层人民健康服务 今天面对自己人民遭受灾难 我们的医生正在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试之 应该反思我们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 80年代到90年代 中国曾经派出多只医疗小组到非洲 去为那里人民服务 而今天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折磨时 却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 我们到底怎么了 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 我们有责任 虽然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生在这里奋斗 但作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 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 这是他在2004年底的报告里写 我为什么那时候写呢 因为我有时候去的时候没人 就是没有人 我一个人要扛那么多东西 要扛一包药 后头有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 我和他们打电话 他们红会 我说你们那边有志愿者 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愿意去 其实那两个学生到我而来了 跟我谈了 说我愿意跟你去 可是第二天到老师来说 说那个地方是渔区 我们学生不能去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感觉很 我说我们培养医生干什么 我们要培养这么多医生就干什么 对 所有的医生都说那个地方医医医 那医医的人怎么办 对对对 因为来讲就是说 我们也感到就是说 大量的追作国家改革开放以后 大量的医疗资源 都向城市里面集中 那农村的医疗资源越来越少 大量病人在哪 但是医疗资源在我们 我99年去的时候 你想我现在五年以后 我没有 我们的同学都考研究生了 都考博士生了 我们同学两年以前都晋升主任教授了 我现在连副主义是我的名气 因为我觉得我们晋升这个干什么 你做了你应该的事情 对我们晋升他干什么 我相信 我晋升了以后还不说 这个节目是全世界播的 在全世界很多人看来 医疗这个事情 现在讲无国界医生 这种人道主义是无国界的 我想讲的就是说 像河南爱之村的这种 这是比较典型 其实它是很普遍的 就是什么 就是有关的政府方面 执政的方面 他们对这个灾难的态度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负责任太多 你知道他们问责制太严厉 他觉得这个地方出了蟑螂了 他要负责 出了蚊子了 他要负责 他要把这个地方宣传成一个天堂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你的责任 但有些东西不在你的责任范围内 你不要把它包起来 你觉得就好像 我这里蚊子多了 是我执政不好 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到今天为止 你还是要把这个灾难 说小 其实不是你的错 你说小了才是错 徐老师 你这观点就让我想起 我敏感的注意到 他这几年有些观点的调整 当年他写起方刚 比如说在最早的调查过 人同此心 造成这么样的灾难 谁要负责任 有没有人要负责任 好像要要把这个直言要说出来 对 但是呢 河南他们就怕了 但是最近呢 他修改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啊 谁要负责任这个事情 慢慢再说 不要太急于放心 我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苦衷吧 对 这应该来说 因为作为一个疾病或公共卫生 当他已经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面对现实 至于过去如何出现这个东西 我们以后再说 因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 对 我们必须首先救人 救完人再说 只有其他一些事情 只有历史上当年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以后再由后人去说 去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是 不要死人 死的人更少 把人权救了再说 你想想想 萨斯最厉害的时候 大家全力去救人 事情过了以后 他们检查 谁该负什么责任 谁该负什么人 有些人辞职了什么 不是在当口上 因为当口上 你在追责任 他更不管 那眼前眼下火急 实际上你想2003年 国家世面 国家政策 就是因为 抛开了所有的问题 无一种力 亲自到河南 然后我们就谈治疗 救人 现在就好了 很多世界现在就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 但是已经好多 再也没有人 天下围攻了 什么意思 就得是这个 你想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有些地方 他煤矿出事情 他押注不报 他把大事化小 结果死了更多的人 他是想把这个地方灾难掩下去 可是你把它掩下去 你才真有责任 本来有很多是天灾的事情 我想请张大夫还谈谈 我觉得有一点 就他的调查里 有些 你比如说这些农民 为什么我说 好多是农民问题 饥饿问题 贫穷问题 这里边三分之一的 他调查的 三分之一的是文盲 80%以下 都是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 而且大部分家庭 都有两到三个孩子 十几岁以下的孩子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疾病和贫穷 是相互联系的 传染病往往跟贫穷 都是联系的 因为为什么贫穷会带来传染病 因为贫穷的地方 它只剩多后 当一种新的疾病 和一些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抵抗能力 美国很发达 来了什么病 我们有钱 所以爱之也是一样 你看我们能遭受 地球都是湖南的农村 什么少数民族 他们都是受到这种疾病 所以说现在看来 就是在疾病的侵扰之下 他们更加贫穷 这是一个互相 一调查 你多长时间吃过一次肉 最多数的回答是半年 半年吃一次 我们这个就是说 我原先都没想到 就是说还有这么困难 但最后统计结果 确实非常困难 其中有一个老头 我们在发问卷的时候 每个人是 你来调查的时候 我是给你十块钱 就让他愿意配合 有偿调查 有偿调查 我们还要给他十块钱 因为这也是为了让他配我们的 我们还给他十块钱 其中有一个老头 他养了三个孤儿 他那天来到我而来 他说我要调查 我说你是另外一个生 我们只调查这个村 因为我们定点一些村 我说我不调查您的 我就因为我们的学生在调查 他就找我来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调查 他说张大夫 他说我就是为了挣这十块钱 我正十块钱我今天回去给我们三个孩子包一顿饺子 他就到这里 后头我调查完了给了他五十块钱 我说你不用找了你走 因为那家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他一直养了三个 他那两个儿子媳妇都死的 他养了三个孤儿 一直在家里 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一个小孩死掉了 我们给他送了两件羽绒服送了一些钱 那次他跑来调查 我说你干嘛要来呢 他就说我就要这十块钱 因为这十块钱回去后 今天大冬天我会跟我们三个孩子包一顿饺子 徐老师谈谈 所以西方人认为艾滋病是对人类的奢侈的一种惩罚 可是完全不一样 在非洲它是贫困 在中国这个是卖血 我最早干艾滋病的所有的医院的代表 你那些病人是不是都很用钱的 都是些负责 是不是都这么无法 医生都都无法 中国本来把它翻成艾滋病 是由艾滋生的病 而斜成那个滋呢 还改成资本主义的滋 艾滋 反正你是乱搞嘛 同性恋嘛 很多人艾滋病的一大的压力 除了这个要感染社会压力 还有一个是大家觉得你得了这个病不名誉 你得这个病 跟得心脏病 跟得高血压 跟什么不一样 随随随得艾滋 怎么得的啊 也是我们现在社会歧视 我们经常社会愿意把一种疾病 跟一种行为联系起来看待 这样就造成社会对这个疾病非常大的歧视 病人就是病 他毕竟就是一种疾病 任何的疾病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 而且现在我就得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延长生命 延缓死亡 你得把它当一个常规病来对待 要长期对待 现在那里的农民 他不像萨斯就过去了 现在那里农民就跟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多活几年 我想等我这孩子长大了 我再死了 也没关系 他实际上给我们的就是希望 我只能帮我孩子养大了 就行了 我说你们将会活得很长 不止孩子长大 你就用孩子可以给你养老 但是农民他现在还无法接受 他不可能想象这个东西还能活那么长 他们只是说只要能够延长 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S30 我他学了个词 什么赫普丁 拉米夫定 拉米夫定 国际跨国制药集团 曾经在这个问题上 限制咱们 比如说这个国家出现这个灾难了 我要仿制这种药 搞的原来吃的药副作用都特别大 最早的时候 我们突然出了问题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他提供 这也是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的专利限制我们 使我们的治疗 或者出现很大的困难 这两年我们还是向他买的 纪念专利到期了 我们才可以免费的提供 那种药真的那么神奇吗 像你说的 那种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一天只吃一片两片 而且是一个组合 吃完了过后就效果非常好 副作用呢是吗 副作用也非常好 比现在目前我们在这些人称用的方案 副作用要小的 现在我国有了吗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了 马上就可以了 而且中国是唯一的免 全部免费 免费 这点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实际在治疗方面 在爱允抗疫情 虽然现在还不够 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一定要